虽然高教部已经关闭了 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大门 但是承诺会修正法案 赋予大专生更多的自主权 高教部长拿多斯里卡利诺丁 今天就证实说 涉及第15和16条文 也就是允许学生自行管理银行户头的修正草案 预计来临的6月份将会提交给总检察署 并且尝试在今年内提成国会医读 我们认识能够认识到这种状态 因为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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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状态是一种的方法 我们能够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的状态 当他自己的状态 当他自己的状态 他自己的状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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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他自己的状态 这种状态 所以 之后的一种�� Designer 卡利诺丁今天在大专法令对话会上 跟500名来自20所政府大学的大专生交流之后 在记者会上透露 目前高教部已经确定要修订哪一项条款 并且正在修饰用词 部长表示大专生此前已经获准在校外参与政治活动 而之后也可能获准许自主管理财务 和决定举办的活动类型 到时候大专生就真正的自由了 另外卡利诺丁还说如果成功修订大专法令 政府也将修改马拉公益大学法令 确保他们跟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 享有同等自由 中文副翻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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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57个10预ちょ 完成内 få 中文副翻译 中文副翻译 中文副翻译